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么写的 这是一个房子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前面和大家曾经分享过的 这是铜 这就是表示一穿一穿的玉柱 把它穿起来的玉柱 底下呢 这是个背 背壳 所以这个房子里面有这些东西 你看这不都是薄吗 建栏门里面 它基本上是由这三个符号组成的 房子 玉川 背壳 在经文里面呢 有的写法呢 比这个要所谓复杂一点 它里面加了符 要就是加了个瓦罐 把这些宝贝 不要放在外面 放在瓦罐里面 不让人看见 还有的呢 里面加了个人 在那看守 有的呢 放那个小孩在里面 小孩也是宝贝啊 只有孩子兜了 这个使者在那凶啊嘛 所以把盖子当成宝贝 也是个宝 下面呢 我就来把这个字啊 加国文经文的写法 来引试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加国文里面 第一款里面 它就是写了一个玉后背 这个就是预章 这就是一棚 这就是背矿 这是加国文的第一款写法 加国文第二款呢 它写是这样 我一直倒了一下子 里面的东西 这是背矿 这个呢 这里面 它把那个玉写的这样子 写的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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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子里面 它准备了一个一棚玉 这个房子里面 就这一玉 第四款呢 现在这样 上面是一个背 底下是一个棚 在经文里面呢 这个字呢 它这样 第一款里面 就这一个背 这是经文的第一款 这是第二款 第二款里面 这个是代表玉 这个呢 是一个符 就是这个字 这是这个字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古人所要说出来的一个瓦罐 把这个玉放到瓦罐里面 没有别人看到 要留盐以后 跟人家来偷去了 抢去了 都可能 对吧 第三款呢 它这里面 东西都在底了 下面是一个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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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和这个加在一起 又是个贼 又是宝 宝贝的宝 如果把它分开来 这是一个人 保卫着这个孩子 保护这个宝贝 玉 都可以这样子进行看 有的人文是这个人 你在看这个宝贝后 看出孩子 有的人文呢 当然就是一个宝字 小砖里面 写这个呢 就把这个重装都加进去了 小砖写的这样 这个地方是玉 玉川 这是个斧 是个瓦罐 底下是个背 这里面都是宝贝 小砖 它写成这样 这个字就是绿树 它就是给你小砖 演变这样过来的 实际上小砖这个字呢 就请问这个字过来 这剩下的东西度影 这是绿树的写法 这是绿树的写法 这样演变过来的 来的 啊 啊 感谢观看 天书记写成这样这个字 是汉字简化的时候 把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都去掉了 底下写了一个欲 博这个字的本意 就是参加恶劣的祝贝 欲舍 封建社会里面 地外的东西 法国什么东西都称为博 什么博州啦 博威啦 博车啦 博家啦 等等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